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我们先去编写一个filter 放到 看点 北京上学藏点filter的包下 这里我们来一个叫firstfilter 那么filter 我们编写filter的时候需要实现一个filter接口 加了x 包下的ok finish 这个是theburn.boot整合filter的方式1 那么在这里我们同样回顾一下在以往我们在编写filter的时候在外白三秒里是如何对它做配置的 首先呢这里需要有一个filter节点 然后呢在filter节点当中有一个filter-name 还有一个filter-name 然后呢,还有一个filter-mapping 然后在filter-mapping当中,也需要有一个filter-lay 还有一个url 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filter添加到这个配组件当中 比如说它叫forstfilter 然后class.com.filter.forstfilter 然后那个filter呢,比如说我们让它去拦截一个 这个filter-layer 我们一会儿可以去创建一个filter-layer 这个filter-layer 比如说叫hello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filter-layer copy过来 可以 forstfilter-layer 这是我们原来中国web-sml要对filter进行的一些配置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不需要对web-sml做什么配置了 因为没有web-sml 还是同样一个annotation 这个annotation叫什么呢 叫web-filter 在这里呢,同样有一个filter-name属性 然后还有一个UR-patterns 那么这个filter-name呢,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filter-name UR-patterns 这一块,我们以往在做filter开发的时候 可能这个filter要去拦截多个请求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也知道这个UR-patterns 这一块,其实呢,它要的 我们看一下,它是一个死均数组类型 那既然是死均数组类型 我们这块可以直接给它一个死均数组 比如说,我让它去拦截什么 Cin.do啊 或者是Cin.gsp啊 这是可以的 这是为一个filter配置多个URL 那么我们现在呢,只让它去拦截first 这个server data的URL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需要配这么多了 如果是一个的话,直接给一个zumtract 可以 first OK 这样呢,我们这个server data就编写完毕了 然后呢,我们在dofilter里面 加点内容 首先,加点预计 这个是进入filter 然后放行 rg to.dofilter 然后我们加点预计 这个是 离开filter 离开filter 好 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filter编写好了 然后呢,这个server data我们已经有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 我们先把这个笔记 转到我们的文档当中 这些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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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还需要编写一个启动类 其实这个启动类呢 和我们这个 启动server data的这个启动类呢 是一样的 就是 com.bq上编写 然后呢,我叫 APP 这个是 sperrboot 整合filter 放置1 在这里 我们还需要添加一个 这个 sperrboot application 然后呢 这里加一个 add server data component scan 我们还是用的是 server data component scan 好 在这里 在这里 sperrboot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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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 ok 这样呢 我们的启动类就写好了 拿过来 放到笔记当中 好 下面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看这个filter能否为我们工作 好,启动没有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访问 这个叫 first 好,我们观察一下控制台 看 这个时候呢 filter已经执行了 然后呢 我们的forged solid也执行了 然后呢 我们的forged solid也执行了 然后这个filter 这个离开的时候就执行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filter的拦截 是生效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通过注解扫描的这种方式 来做filter的一个实现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式 这个通过方法完成filter主件的注册 好,我们还是呢 先去编写一个filter 我们也是叫这个second 然后呢实现filter接口 filter filter OK finish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不需要添加这个相关的annotation 配置了 因为它需要方法来注册的 然后呢 suburn boot 走和filter 方式 但是这里我们还需要加一个打印语 以表示filter是否执行 这个呢 我们加上 叫secondfilter 好,这样呢我们filter就写完了 然后呢 让它还是去拦截我们的这个 forced serverlet 但是我们这个用另一种方式啊 还得添加注决扫描 这样呢我们把这个suburn boot 也拷贝过来 放到这里 好 然后呢我们去编写一个新的启动类 app2 app2 suburn boot 整合filter 方式 那个suburn boot application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加那个annotation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也不需要加那个annotation suburn boot application.run app2.class 好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suburn boot suburn boot 的注册方法跑过来 放到我们的 其中期当中 这个是suburn boot 注册suburn boot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编写一个去注册我们filter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需要返回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叫filter magician b 同样方法名叫什么都可以 好然后呢我们去创建这个对象 其实这个对象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创建filter对象的一个 嗯 注册对象 刚刚在这里呢我们需要将filter实力化出来 嗯 我们那个叫thickenfilter 好 然后添加url 它这叫什么呢它叫addurl patent 在这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参数它是一个可变参数 如果是可变参数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这可以去创建一个子菌的数据 然后在数据里来给定多个UI 比如说让它去拦截 嗯 新点 或者是 新点 但是呢我们现在并不需要让它去拦截这些 我们只要让它去拦截我们的sore data就可以了 然后这块直接掉 去iPad 然后给个字符串 拦截谁呢 就是这个stake 然后retainbin 最后别忘了在这个方法上需要加一个bin的安读提示 好 这个方法呢我们就写完了 我们先把filter沾到笔记里 好我们先把filter沾到笔记里 2.1 先写filter 2.2 先写其中症 我们来运一下 看看这个filter能帮我们工作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浏览器里输入Second飞车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第二个filter已经执行了 进入Second的filter 然后Second的Solid 然后离开Second的filter 那么以上就是Solid Boot整合filter的两种方式 谢谢大家